盆中倒入400克的普通面粉 加入3-4克的椒母粉 搅拌均匀 接下来碗中打入4克鸡蛋 放入40克的蜂蜜 加入15克的白糖 充分地搅拌均匀 接下来我们用搅好的蛋液来和面 边倒边搅拌 搅成这样的大面絮状 加入20克熟油 味道小的玉米油或者是黄油 混合在一起 下手揉成团 面絮揉成团以后 直接移到案板上 用推拉肉搓的方法 把面揉匀 因为这面里放了蜂蜜和糖 一定要把这些混合物揉匀 面团和好以后是中度软硬的 如果太硬 可以适当地加点清水或者牛奶 揉至面团的表面 变成这样特别光滑的状态 这样就可以了 放回面盆 盖上盖子 饧发至两倍大 经过40分钟的饧发 看一下面团已经饧发至两倍大了 取出饧发好的面团 揉搓排进里面的气体 面团揉好以后 给它搓成长条状 切分成大小均等的面剂子 一个面剂大概60多克 取过切好的面剂子 然后我们给它揉一揉 揉到均匀一些 然后给它揉匀 拖圆 做好的圆形面剂子 沾上一层清水 再沾上一层白芝麻 然后给它直接压扁 擀开 擀成0.5厘米厚的圆形小饼皮 这样就可以了 擀好的小饼 盖上保鲜膜 二次醒发10分钟 电饼中放油 涂抹均匀 油热以后放入醒着好的饼皮 饼的表面也淋少许的油 二分钟以后 我们给饼翻面 全程保持中滑慢老 烙至另一边变色 再次翻面 翻面以后再烙个十秒钟 让另一边的颜色上得漂亮一些 两面金黄即可出锅 掰开里面 看一下里面 里面真的是特别的柔软 像面包一样 希望家人们可以尝试着做哟 我是海娟 咱们下个视频见